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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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食譜 是特龍洋蔥湯 材料很簡單 有紫洋蔥12個 50g 無鹽牛油 少許麵粉 還有一副眼鏡 因為切洋蔥的時候 可以減低流眼淚 先把洋蔥的頭部和根部 去掉 再把最外面的皮 不要 將洋蔥切絲 但是切的時候 會盡量把洋蔥絲切得至少 為何呢 因為在炒的時候 能夠多的洋蔥面 可以接觸到鑊的溫度 這會比較容易炒熟 另外 當我們去飲湯的時候 如果洋蔥切得幼細,口感也會比較好 我們可以將無鹽牛油切成小粒 方便下鍋時會比較快溶 我們用中大火先把鍋熱 但千萬不要到大火 因為大火再下牛油就很容易 將鍋煮焦了 焦了後,整鍋煮會有焦的味道 這次我煮的份量比較多 有12個洋蔥 切起來是一大盤 而我這鍋煮的直徑也有30cm 因你們的份量也要預算大一點的氣命去煮 為什麼我選擇用牛油而不用橄欖油或花生油呢? 因為用牛油煮出來的洋蔥湯 表面不會有一層油在湯面上 我們家裡也吃很多洋蔥 為什麼呢?因為洋蔥的營養價值也很高 對我們身體也好 吃了都可以預防很多不同的疾病 所以我無論煮菜也好 我都會用到洋蔥這個材料 我們煮這個洋蔥湯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注意 就是要不斷地攪拌 為什麼呢?因為洋蔥含有大量的水分和糖分 如果你不保持炒的時候 很容易炒焦 所以另外一定要不要大火 大火又是炒焦了 整鍋湯就會有焦味 現在我已經連續沒停過 炒了40分鐘 你見到洋蔥很明顯 原先是煮的 現在已經是淋身了 差不多有一半了 你現在看到我 反底給大家看到 其實就是因為我不斷地炒 所以洋蔥湯的秘訣是要炒 而且你的手臂會很累 現在不斷地炒 現在已經炒了差不多一小時 你看到它很明顯已經有焦糖的效果 即是洋蔥從剛才煮到現在 我猜到現在 只剩下8分1的高度 可以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用篩 篩些麵粉在洋蔥上面 我們最好分開兩次 或者是幾次都沒什麼所謂 下麵粉避免會起粒 下完麵粉之後 我們就不斷地攪拌 然後再攪拌到差不多混合了之後 我們再放第二次的西干麵粉上去 西干完第二次麵粉 我們繼續攪拌 直至到所有麵粉和洋蔥已經混合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這個雞湯 我今天放了職用市面買回來的雞菜湯 平時我之前煮的時候 都會自己熬一些菜湯放進去 但是如果比較方便 我們可以用現成買回來的湯 這樣湯也是 分幾次放進去 放完第一次之後 就先混合了 混合完放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混合了 我們就可以再放了 有剩的雞湯 混合起來 一個小時15分鐘之後 這鍋特龍洋蔥湯終於熬好了 雖然這鍋湯有眼淚 手也疲累 但是我相信 家人喝的時候 你聽到他們說 很好味,很濃,很清甜 我相信這鍋湯也是很值得去煮的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這個 特龍洋蔥湯的食譜